112年华联市长辈桌球锦标赛在华联县老人会热烈展开了 由市长卫家彦卿制造场开球助阵 勤勉不论是幼儿或长者都可以投入适合的运动当中 一起动出健康与活力 112年度华联市长辈桌球锦标赛 18号上午在华联县老人会热烈登场 这次总共有128位好手组成16支队伍保民参赛 虽然活动偏向联姻性质 但却有不少选手认真看待 期望拿出最好表现 我们这次的比赛 我们总共有150个人来那个角逐 而且我们是从50岁到85岁都有 所以我们花联县老人会 就是说要让所有的老人家都有能够活动 那我们到哪里 到花联县老人会就是自己的家 这样一样 那我想今天参与的我们所有的选手非常的多 那也特别要感谢我们老人会的高明星会长 那其实他也向公所争取了非常多的一些相关的运动的一些预算 那我这边也会大力的来支持 那今天看到那么多选手 我也相信从一后 那我们重新出发 让我们的老大人手脚都可以动一动 也希望说我们今天的比赛后 大家都能比得开心 那切磋一下我们的球技 市长维嘉宴除了亲自到场开球助阵 也期免无论是幼儿或是长者 都能投入适合的运动当中 并向在座会员宣导 华联市公所从阳进楼礼金 申请汇款入账更为简单方便 鼓励年满65岁以上 并涉及华联市的长者踊跃办理 不仅能够在9月中旬提前入账 也不必担心预期未领 让权益受损 欢迎老大人们多加利用 记者徐立琴 华联市报导